阿蘿哈的親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的話基本上哲平就是在外面叫的太大聲了 所以這個聲音有點沙啞了好不好 但沒關係至少還是有聲音就繼續來錄一下我們影片 那今天五點半的時候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昨天很努力拿到就是那個獅子魔王貓 看來我們這邊進化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晚上九點的話呢來看一下要打什麼東西 應該是可以打一下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就是因為今天已經是17號了 那我這邊的這個續強襲12月還沒打 我們就晚上9點的時候來打一波 那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狂亂招洗腦的獅子貓 這算是我第一隻能夠進化的吧 因為我們第一隻打的那個惡魔的腿貓 我們是沒有讓他進化 因為沒有拿到他就比較尷尬 然後這隻的話是我們這個招洗腦的這個場景貓貓 那目前完全沒有問題 重作敏捷移動能力優越的這個角色 然後招到洗腦獲得了相當時尚的這個外型 以及能夠瞬間詛咒黑色敵人 與這個惡魔的這個能力 然後他是我們黑色敵人跟惡魔敵人 有一個詛咒的這個能力進化之後呢 就會變成招洗腦的獅子貓 動作以敏捷移動能力優越的角色 受到加強洗腦而後長出了這個 讓人感到不祥的這個中毛 是那個中毛啊是病毛還是中毛啊 忘記了 然後能詛咒黑色敵人與惡魔的這個能力 也獲得了這個強化了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他就是 專打黑色敵人跟惡魔組 然後會有這個詛咒效果 好那我們今天就要 拍他登場一波那沒有問題那 吼 來先打一下 那上次我們已經先有進化過了那個 需要蒼壽死了嗎 我們先看一下 目前來說其他隻需要什麼 應該是脆壽死吧 我沒記錯的話 上次進化是我們那個戳戳貓嘛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邊米漾的單 他還是需要 哇又是蒼壽死耶 蒼壽死跟碎壽死就要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先來打一下這個 蒼壽死的這個部分好了 然後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招洗腦的這個獅子貓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給他一點好成績 那目前他是帶這個樣子 不是他是帶啊 是我帶的啦白癡 我帶的我帶的是這樣子 然後 裡面的話有什麼可以換成這個獅子貓啊 來看一下哦 裡面的話呢 扎兽洗腦是貓 maybe或許 嗯啊 我把有點有點難搞耶這個 不然就是把那個前面這個飛腳包這個換下來好了 反正潛潛可以慢慢存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次再帶一隻那個 再帶一隻強貓 那應該比較好一點點吧 好 我們直接走起 看看一起來哦 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獅子的這個中毛 你究竟厲不厲害了哦 來來來來 直接先 一隻走起 嘿 OK好完蛋了 哈哈哈 所以他直接掛了耶 哇 是這關的強度太高了嗎 但他的這個 初級的這個速度也是滿快的 而且 他就像打那個 古代總跟那個什麼黑色敵人的 所以這關感覺 偏尷尬啊 哈哈哈 不是哦 太扯了 怎麼會這樣啊 太扯了吧 他完全連一下都扛不住耶 這樣好像真的是 屬實有點過分了 照理來說應該要扛個幾下才對 半下都沒扛 好怪哦 好這邊扶我打一下 不是要輸了 哈哈哈 完了那個獅子好像完全不行耶 好沒關係 你先認真打一下 這關卡果然還是 不能在那邊53哦 然後 錢包9000啦好不好 稍微有點偏少 但沒關係 一開始先hold住哦 把場面hold住就可以了 然後待會5000多的時候 就叫那個 叫我們那個 扶諾 OK 然後 5100 我先依依扶諾 把這個加速關掉 那我們才改一隻還好吧 怎麼會這樣 我們改兩隻啊 因為我們還把那個 連組這邊用掉 哇不該 好像不該出這個 不該出那個誰 多龍的 好 但是先出扶諾是對的哦 因為我之前好像打的都是先出扶諾 扶諾這邊傷害蠻OK的 我們要直接刷爛哦 直接刷爛 然後再來就要換那個誰 換我們那個便器 結果這關感覺好像 要去打一下黑色敵人來 給那個 嘗試一下 要不然我們這個 士貓好像 啥事都不能幹了 他是打這個 惡魔組的啦好不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他去打那個 其他招星毛貓系列啊 應該是可以的 照理來說應該是要用他去打 其他招星毛貓系列的 就詛咒他們啊 然後幹嘛之類的 但他好像就只有詛咒的效果啦 好 那這邊的話天使星星登場了 我們這邊便器直接打起來 重點是白癡 我這邊 我這邊改了那個 我們那邊的那個聯組之後啊 好像變了就有點淒慘 哦 士貓還在哦 拜託這邊只能靠便 哇靠 等一下 大鷹猴不要搞哦 那大鷹猴完了 大鷹猴有點囂張 變青開錘 要把那個天使星錘死拜託了 那我們就要完了 完了我覺得大鷹猴好像 要幹什麼大事情呢 完了 哇等一下 哦好險好險 天使星掛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這邊可以加速了 然後繼續出我們這邊的這個 獅子貓 诶 獅子貓這邊打好像就還行耶 是不是那個啊 古代小天真的是 太強了 不然你看這邊基本上好像還行耶 對阿至少都還出得去了 哇但要打這個大鷹猴好像還是比較麻煩一點 他現在來了兩隻哦 白無夠瘋狂被 被眼鏡砸 掛了完了 不會吧老哥 被公司說打到最後輸掉哦 還是因為我沒有在那邊做死 又開加速了對不對 沒那麼扯吧 開個加速而已還好吧 開個加速而已還好吧 然後繼續努力 GOGOGO 拜託了拜託了 這邊應該是穩的 這邊是穩的 然後待會就看一下 能不能進到那個40%環節 進到40%環節 然後希望他給我兩個那個 蒼壽石結晶 喔結晶不是壽石哦 結晶拿到之後的話我們就舒服多了哦 好 蒼壽石的沙漠 沒有問題 來看一下今天運勢究竟是如何 有沒有辦法 給我 40% 哎唷好愛水 爽了 哇但我很怕這個40%打不贏耶 呵呵呵 我這40%感覺好像 會有點難搞哦 哎有黑色敵人了 哎唷 有黑色敵人感覺不太一樣哦 好不好是40%可以秀一下 應該吧媽沒有應該是沒有 那先把那個普羅叫出來了 哇這蜥蜴人又來了 蜥蜴人 好 然後躲龍來一下 就開這個慢速了哦 完了 誰一直在滅烈波 看 怎麼滅這個烈波老哥 好這邊大概就是要慢慢跟他耗了 變色龍也是頂煩的哦 OMG變色龍 然後我們這邊 哇只能靠俘弩了耶 這完全只能依靠俘弩就是 一直射線攻擊 然後希望趕快把那個 丟口水神物給打死 我看他一直過來 我好像要掛掉了耶 我的天啊 不會吧老哥 而且重點是比較麻煩躲龍這邊啊 好像是沒辦法擊退那個變色 他只能讓他暫停在原地各位 哦然後我們躲龍在那邊那個啦 他們反擊那個躲龍的那個啦 的烈波啦好不好 那我懂了 難怪我們會這麼慘 然後這邊派出這個 獅子王貓 應該可以吧 幫忙削一下 削一下那個 幫我們削一下那個 幫我們就是往前 陣線往前啦好不好 就覺得獅子貓真的還是蠻好用的地方 就是他的那個 移動速度真的頂頂的 他可以就是去 就是卡陣線 這遊戲這個卡陣線很重要 因為 你不卡陣線的話 那個敵人一直往你卡這邊靠的話 你真的也是 吃不太消啊 哇完了 怎麼掛了 排斥要輸了 完了 看來果然是怎麼樣知道嗎 不一定不一定 果然還是點那個你知道嗎 給乖乖用原本的隊伍打 不要在那邊5 4 3 還敢把那個 把蓮柱拔掉啊 來來來我們這邊可以趕快 再叫一個佛羅出來啦 佛羅加油啊 好像不夠錢了 完了 你看這個這個貓砲根本 沒辦法動到他一分一毫哦 完了完了 錢錢不夠了哦 完了完了完了 再打他了 GG 完了完了完了 真的完了 快 快 BRO 白癡喔 好